洛城新闻宿地哈佛和麻省理工起诉美国政府当地时间8日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克表示 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已在当天上午 对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起诉讼 该诉讼寻求临时禁止令以及初步和永久禁令 以阻止执行联邦政府关于禁止参加在线课程的国际学生留在美国的规定 此前 美国政府的规定要求 国际学生必须接受面授课程 否则将面临包括但不仅限于驱逐的后果 新规定中最重要的几条内容 移民局最新规定 在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 还是必须选择一门线下课程 不在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 可以在自己国家上网课 没有回到美国 但是在上网课的学生 学生身份继续有效 学分也不受影响 美东时间7月7日 移民局就昨日发表的秋季开学新政 做出了修改和答疑 移民局官方QAQ 在校学生全部选择在线课程 可以吗 A 对于已经进入美国或留在美国的学生 不允许全部选择在线上课的方式 但是对于在美国境外的学生 可以继续学习采用网络课程的方式 国际学生不是必须要返回美国 Q 持有F和M签证的国际学生 如果在美国境外通过在线学习的方式 是否可以保持签证有效 A 是的 学生持有F和M签证身份 可以在美国境外在线学习 并且签证身份不会失效 Q 国际学生项目允许使用电子I 20表格来确保2020秋季入学吗 A 是的 国际学生项目仍然允许使用电子I 20表格用于秋季 打算回到美国 那么你必须回到学校上一门线下课程 这点没有改变 但你会得到学校提供的便利 例如 独立研究 小组论坛 具体尺度把握在学校手中 但如果你秋季不打算回美国 想在中国上网课完成学业 那么你的签证和学分将不受 应 想 关注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相关报道